好 微解封將在十三號開始 開放場域舊有電影院 帶有民眾要配合戴口罩 涼體溫以及購買預售票方式來入場 目前沒有限制人數 不過七月最多好萊塢大片上映的時期 像是有黑寡婦 英里宅等等 可能會吸引大批的人潮湧入戲院 民眾就擔心說電影院的員工 沒有打疫苗 染疫風險高 對此業者強調會加強員工的快篩 避免出現防疫破口 就是配套措施做好的話 開放的話應該是還OK 因為大家在家裡也其實真的悶壞了 看電影應該還好 是說不要講話 戴口罩 微解封讓悶壞的民眾終於可以到戲院 欣賞一連串七月上映的好萊塢電影 像是黑寡婦 麗英宅等大片 不過也有民眾還是怕怕的 因為覺得都還沒有完全康復 所以就不太想要去那麼多人的地方 疫情三級警戒持續到七月底 外加印度變種病毒Delta入侵 有民眾擔心電影院開放 染疫風險大增 可能出現防疫破口 沒有打疫苗的話 這樣當然會比較危險 那任何可能都會發生 就怕電影院成為疫情升溫引爆點 業者除了加強防疫措施 梅花座保持1.5公尺安全距離 還有每一場電影結束後 都會進行全面清掃 從走道到座位都不會放過 還提供員工快篩 可以協助員工做好快篩的工作 七天一次 那我們看看這些介石是不是要去參考 一個已經存在的一個標準 員工紛紛拉開防護部 將近兩個月沒有運轉的爆米花機器 飲料機終於重見光明 過去配合好萊塢大片 都會有電影組合餐 像是電影造型飲料杯 不過按照指揮中心的微解封規定 電影院不可以內用 那該怎麼辦 電影院業者相關防疫措施坐好坐滿 避免出現防疫漏洞 但如何讓民眾充滿信心 重返電影院也是關鍵 另外也有一時認為電影院開放 民眾在家看電影 卻不可以超過五人 對此指揮中心回應 家人可以但客人就不建議 避免群聚感染風險 華視新聞 羅大偉台北報導